一把神奇的竹扇竟然只有起前注 一个巨大的竹子键盘又是如何诞生的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竹子 从我身后的这个大声波里冒着热气出来 敬请收看作边中国竹门秘籍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你看画面中的这座建筑 就是北京著名的天坛奇年殿 38米高的奇年殿 全靠殿中的28根楠木巨柱 称起垫顶的重量 据说这28根楠木巨柱 还象征着天上的28星宿 可谓是珍贵无比 不过谁也不会想到 这28根楠木 以及很多中国北方古代建筑上的楠木 竟然催生了一种水上飘的独门秘籍 这种水上飘的独门秘籍 看起来很像武侠小说当中描述的水上轻功 可演绎到今天 却已看不到楠木的影子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烟雨茫茫的赤水和尚 一部武侠大片仿佛正在上演 几个看似身怀绝技的高手 每人脚踩一根镯子 飘行水面竟如履平地 极向武侠片里的轻功 水上飘 这些在水面踏足穿梭的高手 来自遵义赤水市的大同镇 这镇子里的人怎么竟会这样的绝火 难道他们学过武功或是杂技 或者说他们脚下的竹子有什么特别之处 大同镇位于贵州省赤水市的赤水河畔 距离赤水市区只有六公里 这个贵州最西北的古镇 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因为地处北纬三十度附近 良好的气候条件 使得赤水盛产珍贵的楠木 当年朝廷常常派遣采木官 到这里采办楠木 每采一棵楠木 就要尾派一人或多人 运送到长江边 再绑成台运至江南 转运京城 在漫长的运木过程中 人们逐渐习惯 站在独木上撑干运送 熙熙打闹中 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水上游戏 当地人称为独木飘 如今早已没有了水上运送楠木的伙计 独木飘也就演变成了独竹飘 只要一有空险 当年那些运送南木人的后代 就会聚在一起玩一玩独竹飘 偶尔也为前来参观的游客做表演 镜头前这位正在坐独竹飘的人叫陈长云 见到有记者前来拍摄 他兴奋地要为我们表演他的独竹飘的绝技 可是下水没多久 意外发生了 这个竹子应该是承受多少斤呢 因为他这个竹子没有干 没有干的话 他那个承受 承受就要去 一百一二都会 独竹飘这一精彩绝技 即绝竅之一在于他们脚下踩的竹子 因为训练用的竹子太过湿滑 陈长云要重新找一根竹子 出于好奇 我们也一起上山 看看这独竹飘的竹子 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一片的都是南竹的 都是 这一片山都是 这就是高高的这种 南竹就是陈长云选定的竹子 看上去这些竹子身形秀气 摇曳多姿 仿佛弱不禁风 这样的竹子能够承载人的重量吗 咱们为什么要选这颗呢 是说南竹因为是两三年 它是精湿 精湿 我说南竹是一干了来 就没用的 像独竹飘的那个南竹 一般是多粗多长多大的 1415160 您指的1415160是什么 公分 就是这样这个 陈长云选定了这根南竹 他认为这根南竹可以承受自己的重量 一根14米左右高的南竹竟然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就被砍倒在地上 吃水河畔的南竹是最好的独竹飘工具 它不仅粗细均匀 而且承重量大 一根竹竹最多可承重150斤 这就是独竹飘运动产生于赤水河流域并流传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刚砍下的竹子需要晾干才可以下水 在等候的间隙 我们来到了当地的厨师王长明的家 厨师王长明正在精心烹饪拿手菜 竹燕窝 竹燕窝是一种生长在竹子上的珍贵食用菌 在赤水市百万亩竹林中 一年也只有一吨半的产量 竹燕窝的营养价值很高 主要有蛋白质 脂肪和人体必须的六种氨基酸 以及维生素和生物件 使用它能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 而且由于竹燕窝无法人工种植 截止生长在中秋季节 因此十分名贵 每年的中秋季节前后 是采摘竹燕窝的最佳季节 虽然正赶上下雨 但我们还是请王长明带我们进山 在前面就到了 走这面 走这面 在这面 终于王长明停下了脚步 但是他先介绍的却是虫子 这个竹燕窝生长的 主要就是 哪种虫子 哪种虫子 对 这种 这种 很多虫子 对 密密麻麻的虫子 看上去令人有些惊恐 让人不解的是 这竹燕窝的生长 为什么离不开这种虫子 我们日压热的 所以就是 温度没在那个18度 至20度 它是不会长的 就还有每年就必须这个 新损 长起来 就是长到一定的高度 形成这个竹子 竹子的一个白灰 这我看一下 这里面有个这个白灰 再长这个虫子 甚至分了一个粪便 然后掉在这个竹子和竹地 慢慢地 再也就拎几次雨 就长这个竹燕窝 这种形入珊瑚 撞似鹿角的竹燕窝 因为形似燕窝而得名 这是一种 包含了人工劳动的自然食材 要想得到它 只能依靠人工采摘 并且每年 仅有短短的一个半月时间 因此 竹燕窝身上的 附加值 比其他的军类植物 都要高 采摘毒眼窝 需要独特的技巧 能教我采一采 这个东西吗 可以可以可以 你看 这这这窝 就把这这点 对对对 就把这个黑点 点亮 不能用的 对 不能实用的 这可不能减多了 这么珍贵 是吧 特别滑 是 它口感很脆 很滑嫩 那么高的那些 那个竹燕窝 怎么弄的 就这样 摇一下 摇一下就是钱嘛 那这竹子是里面什么竹子 摇全素 摇全素 竹燕窝 每年产量很低 价值自然很高 这次能采到 满满一篮子的竹燕窝 算是满载而归了 选好的竹子 终于可以使用了 陈长云 终于可以上场表演了 雨还在下 水非常凉 但队员们 还是勇敢地 站在了竹子上 这种独特的表演方式 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好奇 许多人都愈愈愈试 想看看 自己能不能在那根竹子上 稳稳站立 这个独特的表演方式 我先去感受一下 你看 这么砍啊 这么帅气 是这个 就这个 这个有多长 这个4米7 4米7 一般承重量是多少 南州承重量在 70至80公斤 70到80 它没问题 它没问题 我觉得我好像是100斤吧 60公斤 完全可以是 掌握它的中心点 两个手 是这样拿的 看不住 左脚先生 对 左脚先生 这个 这个角色 要包住这颗南州 像这样 包住这颗南州 这样 这个太简单了 简单了 今天这个 这个太意思 这个非常 非常神奇 非常神秘 今天我就要感受一下 但是感觉挺简单的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真可以 放松啊 第一次踩竹子 失败了 回到岸边 仔细听队长 讲解要领 接下来 要进行第二次尝试 都发不一样 也不是 啊 哦 看 看 这次没训练过 是第一次吗 百分之百分之一 可以把它放进去吗 哇,好漂亮哦 小龙哦 我手上手一下 二爷,哪个叔叔在闪闪哦 感觉怎么样啊 今天这个,太伤了四季 太伤了一个意思 这种水上飘的竹门秘籍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而四川南部自贡先世人 也有一种令人称奇叫绝的竹门秘籍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刺绣工艺响应世界 四川的鼠绣更是中国四大名秀之一 前不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 在参观坦桑尼亚妇女与发展基金会时 准备的国礼中就有一份鼠绣珍品 梅花双雄 用针线绣出如此美丽的图案 已经让人惊叹了 而自贡先世证的人 用竹子就能编出如丝绸般华丽的图案 那又会是一种怎样的绝迹呢? 先世古镇位于四川省的南部 是一个因言而心的古镇 湿润的气候造就了这里成片的浊海 自贡人就地取材 把竹翼做到了极致 这就是工扇 工扇的发明者是清末自贡延厂的一个挑眉工人 制作工扇的材料是生长一年的青瓷竹 在先世古镇的福西河边就有这种竹子 一般一根竹子只能选取中间的四到五节 而且竹子的表皮不能有任何损伤 接着把选好的竹子一根根撕开 然后慢慢地刮 把竹子加工成非常薄的竹丝 我们用千分尺现场测量了一下竹丝的厚度 经测量头发丝的厚度是0.05毫米 制作工扇的竹丝厚度会是多少呢? 哇,0.01耶 对,比头发丝还要薄 比头发丝还要薄 薄了五六倍 制作一把工扇则需要这种比头发丝还细的竹丝 一千至两千根 完工一把扇子 正常需要多少时间? 粗的话一般就是接近一个月 如果细的话要两个月左右 像这个是细还是粗? 这个是细扇 那也就是说像这个要两个月的时间 一年也就如果做这种 要进工的这种细扇的话 也是没几把扇子 对,就是六把左右 学会制作工扇至少需要五六年的时间 现在能制作工扇的只有不到十人 工茜说 目前一年只能制作二十把左右的细扇 完工后的工扇 扇面薄如蝉蝉 只有几千种 清口扇饼 还会发出玉耳的鼓声 那个工扇它是经过光的折射来看有图案没图案 它这样看着就没图案 让我慢慢旋转 这样就是有图案的 不然从另外一个方向 可能你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着它又是白的 没什么图案都没有 竹艺发展到今天出现了很多新的竹门秘籍 您看时装表演上这样的竹子衣服 相信会让很多人感到新奇 而这座由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树设计的宁波博物馆 外墙就是用竹子与砖石混凝土混合在一起建成的 王树因此还获得了全球建筑领域的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建筑奖 这一奖项相当于建筑界的诺贝尔奖 王树也成为了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公民 而在江西省宜春市的铜骨县也有一件竹子作品 获得了世界之罪的称号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一个县城 怎样凭借竹子赢得了一项世界之罪 这个就是上海大世界吉尼斯记录上的世界最大竹键盘 那这么大的一个竹键盘到底是不是真的能用呢 咱们一起来试一下 巨大的竹键盘长两米多 17个人做了两个多月 用了8根上好的童骨脆竹 大功告成 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么大的键盘打出了走遍中国 除了这个巨大的竹子键盘以外 这里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现代风格的竹子制品 令人耳目一新 那么铜骨人 怎样把普通的竹子变成这些时尚产品的呢 江西省宜春市铜骨县 地处江西省西北部 修河上游 境内山丘连绵起伏 山地占总面积的87% 其中竹林分布204万亩 总数量达到5000多万克 铜骨至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对竹子有着特殊的热爱 铜骨也被称为中国竹木建材之乡 叶大中铜骨现有名的浩竹之人 他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土方制药的绝迹 我再给你还原一个 我们传统的用竹子烧竹油做药的一种工具 烧竹油 竹子还能烧出油 待会儿一烧两边就出油 然后顺着这钩就流下来 咱就把它接起来了 那这竹油您说能做药啊 在我们这里农村里传统的习惯用来 清火退烧的良药 叶大中说的竹油就是竹粒 是竹子在加热过程中 竹子内部的水分形成的 自古就是中医治疗化痰止咳平喘的良药 叶老师我能闻一下吗 可以你闻一下 有一股熏烧的味儿 然后里面还有淡淡的竹子清香 它实际上是从竹子里烧出的竹油 所以它里面更多的是那种竹子的清香味 那这个东西现在能喝吗 现在就能喝 那我尝一口 可以 还有一种淡淡的甜味 对 因为竹子里面本身还有糖分 在我们烧的时候 它竹油把竹里面的糖分带出来了 所以你喝的有淡淡的甜味 竹子是世界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 有些竹子地上部分的空心晶 每天可长40厘米 长材快 数量多 所以从古至今 竹子都被用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防徐权 从事竹子深加工行业二十多年 这个巨型键盘就是它制作出来的 诞生一个好的想法只是前提 竹子不同于塑料 要想做出替代传统塑料的产品 首先在制作过程中 要攻克很多难点 主要是那个要 竹子要解决那个 深微啊 变形啊 开叶的事情 当时我们年发了两年的时候 我们04年开始年发 到06年的时候 产品新年出的一些产品 但是它一米下来的时候 会掉下会晒烂 第二个是到东北 那个零下35度 到那个高温60多度以后 它就开叶 一个竹子键盘的诞生 比传统键盘要复杂得多 新手的毛竹 首先经过简单的分片 蒸竹 归整成统一长度 宽度的毛皮原料 然后进入到这个巨大的高压蒸锅 进行特殊的处理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竹子 从我身后的这个大蒸锅里 冒着热气出来 其实它有一个科学的名称 叫做炭化 经过这样炭化加工的竹子呢 它通过高温高压 可以保证在日后不变形 不开裂 而经过炭化加工的竹子 它后面还有几十道工具 才能变成我们看到 非常精美的竹山铁 因为我们这里 加工制作一些工艺品呢 所有产品当地一些孟宗族 它的那个狼跟钦比较厚 它是硬度在加工 它的密度大 硬度大 所以我们这个做出的东西啊 非常结实 在一米 因为我们办公室一般都是 一米五左右 一米到两米 刷一下就不会烂 什么 从历史上改变 你不信你回去试试看 这个现在一米多摔 对对对 一二米都不会坏 您确定 让我试一下 对对 这个差不多有一米多了吧 一米多 一二米都没问题 我真的确定啊 没问题的 拿出来 你过来 我看这四个角 一点都没坏也没变形 对 竹键盘从原料到成品 需要七十多道工序 除了竹键盘外 竹子在这里被用在了许多 现代产品的制造中 例如 竹键盘 iPad保护套 计算器 电脑等等 竹子可再生 据统计 一百万套竹键盘 可以节约塑料三百四十七吨 节约石油一万多吨 低碳环保效果极其明显 除此之外 竹子还有防辐射 抗净电功能 特别是还带动了 竹键盘一万多户农民增收 如今竹键盘的现代竹产品 已经出口到世界三十三个国家 小小竹子成就了大文章 真是不看不知道 竹子真奇妙 实际上 在不同的竹子产地 人们都能说出自己家乡 关于竹子的看家本领 特别是 与竹有关的各种美食 更是五花八门各级特色 的确竹子与人们的生活 太密切了 吃穿住行 样样都有竹子的功劳 今天我们带大家领略了 大铜镇的水上飘 新市古镇的竹边支 和铜骨县的竹键盘 相信也有很多电视机前的朋友 能够列出自己家乡的新主意 欢迎大家为我们继续提供线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谢谢收看 下时间 慢点 快点 alrededor 睡觉 美玉 美玉